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廖偉琴 再加上彭詩琴以及王維玲 右邊則是菲律賓的先發 Bernardino 另外José Ross Ozza Arniman 再加上Barber Reb 這是今天雙方所排出的先發陣容 目前看起來守得很好 前面快攻機會 彭詩琴給到右邊 再交給林玉婷出手分 在這一波中華藍隊裡面 快攻裡面 彭詩琴車動得非常好 主要是守什麼呢 大家可以看到中華藍隊還是守著 他們比較擅長的盯人防守 那從目前為止開局來講 確實整個防守的強度 給予菲律賓在這個進攻方面 非常大的威脅 是 在這一波你看到彭詩琴又靠著 個人的能力之後 切落進去的拋投 又到了這一次的分數 是 一個成功的反應 那 風曉彤 左側上來出手的 哇 今天中華隊啊 在整個掌握球權之後 都是打對方立足未穩 是 外線跳樓出手沒進波 菲律賓再抓到難打 這個同手接 精彩 嗯 其實菲律賓打得也是非常的刁轉 哇 這邊菲律賓 也有一個快速揮進機會 來 已經 孟曉彤 這交給林彬 看起來準備要翻身 跳樓出手 得分 哇 這是一個高難度背框的攻擊 現在把背號四號的廖偉琴給換上來 那是先發打了快二十秒鐘的時候 先被換上去 交給蘭底下 零碟三個人包 那外圍自然有超大空檔 徐詩涵 出手進 哇 今天中華藍隊啊打得最好 還差點進了 因為進了其實 菲律賓那場就贏了 哦 徐詩涵出手得分 哇 只能說今天的中華藍隊打得很 出手球到蘭底下 哦 流進去之後出手得分 好球 好球 很難守的一名球 而且最終他今年才18 對 對 他是U18的選手 這邊 菲律賓 菲律賓把球給拿到之後 出手得分 三號的 Vanadino出手得分 還有 中華隊倒是這陣搶劫比較多 15哦 2分10秒 菲律賓這球中蘭底下 這高難度的出手得分 這難度真的非常高 手差點把球給操到 哇 許詩涵拿到 這球交給蘭底下 這個球給得漂亮 再來交給林文宥出手得分 哇 許詩涵這一次的傳球真的夠水準 那 解丹尼爾 反超回來 藍底下 把球給勾進 哇 所以菲律賓這幾名矮小的空位 林玉婷 再回給王衛玲 再回給林玉婷 中華隊現在也把被號十號的韓雅恩給換上來 這邊另外還有陳鳳欽 藍底下出手得分 感覺今天中華藍隊不敢 七位球會拿下分數 菲律隊的十一號 Stephanie 也很雕鑽 在160公分 有時間差 劉昕瑜這個球給出來交給了陳鳳欽 對 不像眼睛 哇 菲律賓已經殺進來了 對 二號的Naomi 得分 那Naomi的速度真的非常快 稍微給陳鳳欽 那現在彭詩琴又回到場上了 廖偉琴 在籃底下 林玉佑 凡神單打出手得分 高舉高打 打得乾淨俐落 好 菲律賓進攻 提琴的後揚跳動出手也進 這個出手也夠水準 這個球點一下 差一點點 廖偉琴把球給敲走 翻身單打出手得分 三號的Bernadino 打得完全跟男生一樣 那Bernadino回頭又把球給敲走 這一分鐘攻守菲律賓都看他 這球塞拉底下 這球給得漂亮 擋拆直接下滑 直接再進去要到分數 彭曉彤 再來出來交給林玉婷 走 這個球彈進 出手非常果決 彭曉彤 彭曉彤 走分 彭曉彤 那他本來就是 WSPO的母隊就是 秋吉利教練耐的 所以基本上秋吉利教練 你就直接跟他講 你加速了 我就裝遙控器 叫他加速就真的加速 算是有一定的默契 不然先跳投出手得分 那這是菲律賓這樣比賽 第一個三分進球 僅僅miss一球 43比28 這個球給林玉婷 這個球切傳送很漂亮 沒錯 傳球的 要讓對方把球 這個球塞拉底下 給得不錯 其實菲律賓在第二節 這幾波 這種擋拆PK的配合 算是打得非常理想 是 本屆 雄師杯女子組 大會最後一場的比賽 由菲律賓來出戰 中華藍隊的比賽 繼續 47比34 現在第三節目在開始 這個球 後兩跳都出手 球進 好球 還有 這球45拉底下 這個球進得可以說是高難度 真的超高難度 這Naomi真的是 真的盧甲包換的小跑車 但也有可能是上半場 沒有完全清乾淨的 又是這個二號的Naomi 組得賽程也將在7月13號來進行 菲律賓、阿聯、美國 然後還有澳洲 然後中華、白蘭、馬來西亞、日本 陳益俊、林品謙 這些中華隊的所謂的老面孔 目前效力CVE的一些非常強的球員 但這一次中華籃板也選了很多新面孔 他認為傑丹利有一個非法掩護的動作 但裁判並沒有想像 籃一下好球 漂亮轉身零碟出手 再籃一下 再籃一下 這邊過了 廖偉請得分 現在高位不斷去做到擋 不要走 尤其是中華女籃的 在這個國際賽被降為B級之後呢 先想辦法升為A級 是 籃一下是傑丹利有出手得分 其實這就是好的虎兜 啊哈 菲律賓最後一波進攻 給底下 外線跳投出手 哦 又是二號的南歐美投機 一個壓哨球 在哪裡下去找林文佑 再可以告出來 韓雅恩外線跳投出手沒進 不過要小心呢 現在已經被追到剩11分差 還有最後的9分半鐘 時間滿長的 這個球殺進來 哦 哇好險 韓雅恩這一波的攻擊 洪詩琴 歐陽跳投出手進 那如果藍隊贏的話 那很單純啊 就是把白隊的這個小 這個這個算是小老妹 對 就是學妹 送到第三名這樣 外線跳投出手進 那這個戰術有成功嗎 這邊很快點打回去 兩分要到 69比55 進手上 4分20秒 要遠邊去找小丁 林玉婷 這邊出現大空的 把握住三分了 歐陽跳投出手 這個球 傑丹尼爾 但是把球給要到 傑丹尼爾進去轉身 他已經靠近籃框底下 這個滑頭 畢竟在這個位置 還有2分45秒 小丁三分鐘 這場比賽結束 這邊出手沒進 中華隊現在有兩個人倒地 對 那奧米應該不會放慢下來 他已經殺過來了 單手拋頭 出手得分 他的進攻選擇跟手段 真的非常多 運球過程中一直觀察 防守的動位 跟自己隊友的位置 他最終選擇拋頭 那中華隊這一次的分數 也要回來得非常快 文佑 這個球交給林文佑 進去準備要單打 這個球已經繞進去 藍底下沒進 這球太可惜了 怎麼這邊林文佑 反而從遠的地方補了回來 80比62 看起來應該是沒什麼太大意外 中華隊能夠收下比賽勝利 同時應該看起來也可以把我們中華白隊送到第三點 是 可以看到不管中華藍白兩隊其實都有蠻多 未來可以在整個大隊選材非常好的球員 包含在前面一場中華白隊 不管是年輕的陳玉潔 或是楊佳佳等等 參與了 是 好看起來比賽要結束了 整場比賽畫下句點 中華藍隊最後是以82比66擊敗的菲律賓隊 拿下比賽的勝利 我們最後請孟竹教練來談一下這場比賽 好看這場比賽可以看到中華藍隊從第一節打出一個26比10的攻勢 在這場比賽可以說是一開始局就調整得非常非常好 不管是整體快攻的把握 半場陣地戰CPA整個戰術上的執行 即便是在利用擋拆完畢 利用對方的mismatch之後呢 去產生到不管是禁區的優勢 或是inside去產生外線的wide open的出手 所以確實從中華藍隊經過這一輪的比賽來看 其實中華藍隊這一場比賽調整得非常非常好 不管是三分的命中率的把握度 甚至到整個罰球線上的命中率 確實在經過昨天的比賽之後 今天做到非常大的修正 是幾乎是一路領先啦 最後是拿下比賽勝利 但關鍵就像孟竹教練所講的 尤其是在第一節這26比10的攻勢